大家好我是啟明 歡迎來到我們的頻道 現在很多評論認為習近平這個人出現問題 譬如最近美國智庫大西洋委員會主席 弗萊德坑培寫了一篇文章警告 到2030年對滴滴的中國公司類似打擊 可能令中國最大損失45萬億美元資金流入 現在件事其實很簡單 沒有習近平同意損失多大都沒有問題 現在中國國內經濟是持續下滑 中共當局多次叫各地政府過緊日子 如今似乎已經落實到體制內的個人身上 今日我看到報導傳出多省公務員停發 甚至清退職效或各種政府獎金 甚至連經濟第一大省廣東都未能幸免 網傳聊天截圖顯示早在7月3日 廣東省潮州市已經有單位正式通知 停發房屋補貼和職效 其實中國有很多省份公務員在大陸社交媒體上 埋對討論、停發部分政府獎金或職效一事 涉及省份很多 譬如河南、河北、江西、上海、山東、重慶等等 中共這個邪惡政權能維持迫害我們的中國人 他有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有錢 是給這班公務員著數 這班人才願意向中共賣命 如果中共沒有錢 估計這班人都不會聽中共話 即是說短時間之內 很有可能中共會出現內亂 這是很有可能 現在習近平倒退回閉關所覺 真不愧為總家族事 中共一百年先出 這樣一個人都是難得 中共不滅亡對不起習近平 在7月6日習近平在北京以視像連線方式 出席全球政黨領導人峰會 沒想到習近平在視像講話又出一個大醜 就是他讀稿的時候 找不到讀到哪個位置 問身邊的人我讀完未 這樣可能是習近平病了 或者真是精神出了問題壓力太大 香港作家蘭淳歐分析 習近平讀稿出醜 無論如何 在一個國際性的場合 泱泱大國領袖 不應該犯如此可笑的低級錯誤 這樣證明內政外交招頭爛額之際 習近平已經心力膠水難以應付 習近平身邊沒有一個人真心對他 想想習近平確實都幾可憐 習近平現在精神是高度緊張 可能會出問題 但是我認為習近平肯定心神不定 這樣與中共面對的充分敵意國內外形勢 或者說習近平理解的國內外形勢有重大關係 這是他自己想出來說西方對抗中共 最嚴重的是在中共黨慶100周年大會上 習近平以誰敢欺負奴役中國 誰就會在中國人民組成的銅牆鐵壁前碰到頭破血流 來警告美國、警告西方 這種受害者說話 自從鄧小平以來已經很少聽到有中共領導人使用 而且今日中共說自己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終於說國之大者的習近平 還以受害者心態 指控50年前被中國打開通往世界大門的美國 一些分析懷疑是類似一種被迫害妄想症的說話 即是說習近平可能真的得了一個病 在今年中共兩會 有兩點值得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是只有一名服務員專門為習近平換茶水 而其他服務員要同幾十名代表或委員服務 習近平個杯有專人負責 而且是兩隻杯 一來可能是他喝的和其他人不一樣 可能是要定時喝一些藥物來舒緩精神緊張 第二很有可能為了防止有人落毒 因為中共十八大後 中共高層權鬥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即是說習近平在各方面來看 他的身體應該都不太好 有報導指出中共十八大後 江派多次暗殺習近平不成 所以說習近平為了和中共加速都是幾可憐 早前有分析習近平有夢想想做一番事業 利用共產黨完成他的夢想 那就是習近平致命的一個錯誤 另外一個錯誤就是習近平覺得有江山感 有帝皇命 習近平說話的語氣越來越像皇帝 譬如他最近有提兩年前在意大利 表白自己我將無我不負人民 我將無我是道家佛家都有用的 習近平在這裏以未來的方式使用 這裏的無我和他近來時事講的江山聯通 有朕即天下 天下即是我的意思 天下定於一尊 一尊就是我 習近平是比中共任何領導人都講自信 講到多到數不到的一位 他是每一次講話都要強調四個自信 但觀察人士就注意到一個十分有趣的細節 連少時因文革因素和很多同代人一樣 很少有讀書機會的習近平 就喜歡拋書包 講話中引用自己沒有明確把握原意的古文 在訪問外國 尤其西方國家 總喜歡講出一串自己讀過的書名 但因為都是秘書臨時拼賣 講出來好咬口 好不自然 這樣就是一種無自信 甚至自卑心理的反應 越是自卑在某種情況下 就是越是狂妄用來掩蓋心裡某種缺陷 即是習近平真是有這個缺陷 他的性格就是一種缺陷 原來我們做過一期節目 習近平有這樣認知 關鍵原因就是定於一尊 黨內外一切大事定於一尊 誰敢就是和他不同的意見 就被定為兩面人不忠誠 整個黨都被綁在習近平身上 失去任何改錯機制 李習近平是一個人精力是有限 又要管李克強的經濟又要管外交 現在又要管金融 還成立這麼多習近平思想 習近平思想真的有這麼厲害嗎? 以前在梁家河的時候 為什麼沒有發現呢? 其實就是那班人騙些經費而已 以習近平名義好而握 將習近平的名字拿出來 將習近平當傻仔而已 中共二十大臨近 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的習近平 正充滿自信走向第三任 習近平在國際場合神魂失守 讀稿讀到讀出我讀完美的地步 這樣一位心力交稅的領導人 會將中國領向何處? 有學者分析 如果領導人發癲 整個國家就會進入瘋狂狀態 就和毛澤東當時一樣 但是這樣的一個人 就可以牢牢控制十四億人 中國就是一個大問題 我猜測習近平的健康 可能真的出了問題 問題還不小 他可以捱到二十大媽 真是很難說 好,今天我們的節目就到這裡 我是啟明 如果有朋友對我們這個影片感興趣的話 麻煩讚好、訂閱、分享我們的影片 多謝大家,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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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再見